在古代,太子绝对是一个高危职业,干得好呢,弟弟们会嫉妒,皇帝要防着你,干得不好呢,皇帝嫌弃你,即便你八面玲珑,也嫁不住熬破皇帝,我打生下来就是太子,我当了53年的太子,所以大多太子没有顺利即位,不是被废了就是被流放,连着他们的妻妾都跟着倒霉, 不过,历史上还真有一位例外,不仅安然退位,还活得相当滋润,这个人就是李宪,袁宁李承契,唐玄宗李隆基的亲哥哥,李治和武则天的孙子 话说他爹李旦第一次登上皇位时,年仅六岁的李宪作为嫡长,子自然成了太子,但问题来了,李旦自己不过是个傀儡皇帝,后来武则天称帝, 李旦被降为皇次,李宪的太子身份也不保,即便如此,武则天也不放心,隔三差五就敲打龙下这一架,即便你和武则天骨肉相连,稍有不慎也不能保密,在这种环境中,李承契和几个弟弟只能战战兢兢,相互依靠 多年后,李旦二次登基,再次面临选太子的男帝,按理说,李宪作为长子,先前也做过太子,理应恢复储君之位,但他弟弟李隆基先前平定为后之乱,拥戴父亲父位,可是立下大功,也有理由成为太子 这让李旦左右为难,朝堂也争论不休 看到这里,不知大家是否觉得这一幕有些似曾相识 没错,当年的李建成和李世民也是这种情况 不过,李宪和李隆基兄弟之间并没有上演玄武门那样的血腥争斗 李宪深知父亲的两难,考虑到弟弟的功劳和当时局势的凶险 心里明白,如果自己接下太子之位,弟弟未必会心服 此外,顾目太平公主普世丹丹,一旦处理不当,国家可能又会陷入内乱 当时的李旦,看着这个儿子,不禁感动得老泪纵横 李隆基表面客气了一下,最终还是接受了策锋 这个局面,高宗李世民要是知道了,恐怕会气得眼睛发红 我要是有这样的哥哥,何止于杀兄逼父,最后愧疚一声 就这样,李隆基顺利上位,之后清除太平公主及其党羽 打到阔府整顿励志,恢复生产,开创了开元盛世的辉煌 而李宪呢,退居幕后,日常逗逗鸟 听音乐,日子过得那叫一个逍遥 算是历史上少有的好命废太子了